大家好 欢迎关注华尔街科技频道 我们的这个频道也才刚刚建立 需要大家的支持 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嫦娥5号 北京时间12月2日的4053分 中国探月工程的嫦娥5号的着陆器与上升器组合体 完成了月球钻局采样的封装工作 目前正按照计划进行表曲采样 这次嫦娥5号任务的目标 是把月球的岩石和成土带回地球进行分析 嫦娥5号的着陆目标是 接近放置月面风暴阳、高火山、驴木克山的近地位置 在未来两天的时间里 着陆器预计将围绕周围环境进行勘测 并采集月球表面物质 为进行这一任务 嫦娥5号是配备了一台摄像机 光谱仪雷达 一支进行表曲取样的机械挖掘壁 以及一台进行钻取取样的钻具 着陆器计划距2公斤重的月球土壤进行密封封装 之后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交联接收 将样品返回 返回器从而传回给地球 人类上一次完成这一任务是在44年前 当时是前苏联的月球24号探测器 但是仅从月球带回了放置200克样品 与一周前发射任务不同 这一次的着陆任务并没有被中国电视频道实施直播 中国媒体仅在着陆成功消息得到确认之后 立即进行了报道 降落时拍摄的图像之后迅速被公开 其中最后一帧显示探测器的一条腿在满是尘土的月球表面投下了一道阴影 科学家托马斯·卓尔布勤博士表示 他希望国际的研究界可以最终能获得机会分析这一批带回地球的任何样品 在11月24日的时候 中国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了重达8.2吨的嫦娥5号探测器 嫦娥5号于上周末到达月球上方 之后是进入了月球轨道并分离成两部分 其中由轨道器与返回器组成的部分留在了月球轨道 而由着陆器与上升器组成的部分则准备进行着陆月面 中国航天局称 着陆器与上升器的组合于12月1日晚间11时11分落月 具体的位置聚报为西津的51.8度 北纬的43.1度 在嫦娥5号卓越前 中国已经进行过两次着陆月球的任务 分别是2013年的嫦娥3号与去年的嫦娥4号 两次任务中均装有一台静态着陆器与小车 美国的阿波罗号宇航员们与苏联的无人月球项目 带回地球的月球岩石及月球土壤样品 重量共计不到400克 而且其中大部分的物质是由载人任务带回的 但是这些样品非常古老 历史超过31年 而驴姆克山上的物质据称不会超过12亿 或13亿年 这将为我们了解月球的地质历史提供更多的信息 阿波罗号和苏联项目带回的样品 在过去的做法开拓了关键的作用 而嫦娥5号则可以提供更多的数据点 来自所有中国的报告声明 取回月面样品的工作不会超过两天 所有发挥的物质将会通过着陆组合体的上升器点火后 返回至月球轨道 从那里被转移至返回组合体 轨道器将会把返回组合体带向地球附近 之后轨道器会被替换 返回器则进入大气层并降落在中国内蒙古的四子王旗 中国返回地球的宇航员们至今也都是在这里降落的 嫦娥5号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 这个是来自欧洲航天局人类和机器人探索的 科学协调员詹姆斯·卡彭特博士的评价 他说 我认为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极其令人感叹 我认为吸引人们关注的是 从早期嫦娥任务到最近一次 你可以看到这种非常系统性的 一步接一步的方式来增加他们的空间探索能力 说到中国的空间探索就不得不说 今年搭设完成的中国北斗导航系统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 现在在165个国家或地区 中国的这个北斗系统已经超越了美国的GPS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的亚德斯亚贝巴 这个繁忙且混乱的城市现在拥有480万人口 随着该应用程序以惊人的精度将食物发送到客户的位置 该应用程序的快速增长则是由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提供的原动力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最新进展凸显出北京在全球争夺数据优势方面的成就 非洲这个大都市有一间日本餐厅的老板叫做古和美信 他就说自从13年前古和美信来到这里以来 智能手机的定位信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改善 在此之前美国一直是全球定位系统这项技术的先锋 它在1978年发射了第一颗卫星 该卫星现在组成了全球定位系统 对于中国来说在1994年开始发展之后 中国于今年的6月完成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搭建 北京的目标不仅仅是经济 日经发现来自美国卫星接收器公司Trimbo的数据显示 在195个主要国家中的165个首都 北斗卫星比GPS观测的频率更高 多达30颗北斗卫星向亚德斯亚贝巴传送着连续的信号 是美国系统的两倍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与中国的廉价智能手机的连接 GPS这套系统最初是用于军事应用的 包括导弹制导和跟踪部队位置 通过开发与美国系统相抗衡的卫星技术 北京现在可以增强自身的军事能力 并对华盛顿构成威胁 自互联网诞生以来的半个世纪以来 美国一直是网络空间中无可争议的驱动力 但是这个快速增长的领域的动态正在迅速的变化着 不仅在远高于地球的轨道上 而且在海洋上人们都在争夺数据优势 在今年5月的时候 在中国政府的研究船叫做向阳红01号 突然出现在太平洋中铺深处美国关岛的东北海岸附近 并开始从事可疑的行为之后 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尽管北京一再在南中国海和在日本对峙的东海水域 引发紧张的局势 但关岛事件则是一个非常新的动态 东京大学的国际政治学教授松田康宏说 中国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对太平洋的兴趣上 日经新闻通过对Marine Traffic网站检查34艘中国政府船只的活动 这个网站是根据自动识别系统的公共数据跟踪全球船只的活动 这个向阳红01号的跟踪航行显示出 在美国所持的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附近 以系统的方式进行旅程 关岛设有美国的军事基地 通过马六甲海峡的战略要塞前往印度洋 肯尼迪奥波林大学的教授佐藤晃一说 这条路线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经济区重叠 在截至上个月11月4日的一年中 这些船舶中有13艘在太平洋上航行 跨越了第一岛链 第一岛链就是包括冲绳 台湾和菲律宾在内的东亚海岸外的群岛 其中一艘中国船是在南极州附近 停留了大约三年和半个月 表面上是负责勘测海上资源的传播 可能会秘密收集军事数据 例如绘制未来的海底航线 根据报道 中国的军方正在加强潜艇作战 有关洋流和海底地理的信息 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在所有技术都已经投入信息战的时代 中国在向新的竞争领域迈进 太空 网络等等等等 好了 今天我们说了嫦娥 说了北斗 我们今天重点说了很多航天业的消息 下面我们还要再说一条有关航天探索的简讯 SpaceX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昨天周二表示 他对该公司从现在起六年内将人类送上火星 非常自信 马斯克在柏林的一次网络直播中说 如果我们幸运可能只需要四年 我们希望在两年内送一架无人飞行器去那里 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 与马斯克在2016年9月国际宇航大会上勾勒的前景一致 在当时他说 如果一切超级顺利 让人类在火星上登陆 可能是在十年的框架时间内 实现它的火星目标的关键是SpaceX 正在开发的叫做星舰的飞船 该公司正在建造的这种不锈钢飞行器的目标 是一次发射货物逾多达100人 与部分可以重复使用的猎鹰9号和猎鹰重型火箭不同 马斯克的目标是使星舰飞船可以完全可重复使用 设想是一种更类似于商业飞机的火箭 在唯一主要成本是燃料的飞行之间 有着较短的周转时间 当马斯克在2019年9月发布第一枚原型火箭时 他估计这个星舰飞行器可能在2020年3月到达轨道 但现在毫无疑问的是这个计划被推迟了 现在SpaceX预计到2021年才会进行第一次轨道飞行实验 此外 尽管马斯克曾经说过 星舰今年可能会实现载人飞行 但他后来也承认在此之前还要达到很多里程碑 包括执行数百次任务 不过就在展望星际旅行的同时 马斯克也在力求控制他的旗下的各大产业的生产成本 这位特斯拉的CEO在昨天周二向员工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 警告他们需要控制支出以继续实现嫉妒赢 以继续实现嫉妒利润 他在信中说 在这样的一个时期 当我们的股票达到新的高度时 谨慎消费似乎不那么重要 但这绝对不是真的 看看我们的实际盈利能力 去年只有1%左右非常低 投资者对我们未来的盈利能力是给予了很大的信任 但是在任何时候如果他们断定这不会发生 我们的股票就会立刻像大锤下的舒服垒一样被砸碎 为了让消费者买得起我们的汽车 我们必须更加明智的花钱 这是一个艰难的硬币游戏 需要数以千计的好主意来提高零件成本 工厂流程或简化设计 同时提高质量和能力 一个好主意可能会节省5美元 但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这里节省0.5美元 那里节省0.2美元 为了让电气革命发生 我们必须让所有人都能买得起电动汽车 固定电池和太阳能 我们今天还要做出一个悲伤的消息 还记得不久前我们说过的 位于波多黎哥的阿雷西伯望远镜吗 当地时间的2020年12月1日上午8点左右 在经过4个月两次电缆故障之后 这个位于波多黎哥的最古老的天文学设施 阿雷西伯射电望远镜因为结构失控而倒塌了 根据报道阿雷西伯望远镜的塔尖折断 悬吊在空中的900吨设备平台直线坠落 相关的组织NSF在推文中写道 NSF为这一发展感到难过 我们将寻找方法来协助科学界 并保持与波多黎哥人民的牢固关系 NSF还补充说 没有受伤报告 安全是重中之重 确认后将提供更多细节 阿雷西伯射电望远镜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叠射电望远镜 好了 说完了这个飞伤的消息 我们今天的闲聊也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还请订阅我们的华尔街科技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